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所以表明了因为前文提到上帝的诫命 是要求到动机的层面 因此不但不能随意向弟兄动怒 看弟兄是没有价值或最大恶极无可救药的 反而应该积极地解决和弟兄之间的嫌隙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祭坛是献祭的地方 犹太人借着相神献祭 得蒙神赦罪悦纳 献礼物这里指的是感恩而献的甘心祭 应用在今天 可以指在敬拜祷告聚会的时候 所献上的祭 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向你怀愿 原文的意思是有什么事情反对你的意思 要先去同弟兄和好 这个先是时间上最早首先的意思 表明与弟兄和好是优先要去做的事 那么按原文的翻译这一节就是说 所以若你带你的礼物来在祭坛上 在那里 你若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事反对你 就要留下你的礼物在祭坛前面那里 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 耶稣在这里说明献祭本来是期望与神和好 然而与弟兄和好 应该是一个期望与神和好的人的生命表现 在那里 四角定 在iden 下 二 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